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康师傅322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内地1月到7月份零售总额按年跌0.2% 如果按商品零售类型划分 良油食品类增长9.4% 饮品类增长7.4% 反映食品饮品类的商品复苏细头良好 食品相关股走势分化 自4月份以来康师傅类积升9.6% 在板块中走势比较强 也都明显好过恒指同期累跌近1.4%的表现 康师傅上半年盈利跌超过3.8% 去到12.5亿人民币 主要受累于原材料成本升大约1.2% 和分消费用升8.8% 期内的毛利率跌了2.8% 去到28.2% 招商证券就说 中旅游和PET塑料价格增速下半年开始放缓 月料集团下半年毛利率会改善 全年毛利率会回升到28.4% 明年进一步提升到30.2% 康师傅4月份以来 主要在12-14元区间波动 在8月底 借派发中期特别式炒商 挑战14元阻力 连日来在13元关密得支持 策略上可以在13元附近级 如果成功上破14元阻力 按梁度升幅计可以挑战16元的水平 和最新大行级月区的平均目标价是相近的 跌穿12元就减次 彭博预料康师傅 今明两年的息率大平均大约是7厘